好再来 以知某个电信公司的通话费计算方式如下 200秒以内只缴基本费 那超过200秒 每一秒多收你0.03元 那通话X秒的时候是收费Y元 OK 第一个 如果今天的基本费是88块 那列出X的函数来表示Y 也就是我今天的收费方式是什么 然后Y永远会等于 你今天不管是打10秒还是20秒 我就是收你这88块 然后呢 假设我们今天打X跟秒数 那X秒先扣掉这个200才叫做多出来的 X-200是多出来的 那多出来的部分在乘上 每多出来一秒就乘上0.03元 OK 所以88块去加上多出来的 然后再乘上0.03这是第一题 第二个 我通话10分钟会收费多少 好那10分钟乘上60倍 这是600秒 好这是600秒 那600秒减掉200秒你是多出400秒吗 所以Y就等于88加上X 不是X了 因为现在的秒数 现在的秒数叫做600了 所以600减掉200 然后这个再乘上0.03 所以等于88加上400乘上0.03 所以等于0.04312也才100块 OK 总共收费是100块 再来第三题 如果他说被收掉388块 被收388元 那请问你他通话的秒数为何 他问秒数而已 所以被收388元 那一定就是因为基本费88元 加上X减掉200 然后再乘以0.03 所以丢过去是300 然后0.03丢过来我直接除 除以0.03 结果等于X减掉200 再来 这里我会习惯把它上下同乘100倍 同乘100倍就会变3 这里会变3万 所以 3万除以3叫做1万嘛 1万 1万再把减掉200丢过去叫做10200秒 所以第三题是10200秒 没什么 是你 你 你有 你的 你 感谢观看